大家好我是Base 今天要來跟大家講一下臨時小學校 然後什麼是臨時小學校呢 臨時小學校就是由舊中坦發起主辦 然後我們是聚焦在教育的具體專案 然後我們就是希望可以 就是推廣資訊科技的一些問題 跟協作分共的概念 然後希望可以跟就是 不管你是誰 都可以跟社群一起協作分共學這樣子 然後我們特地就是把我們的專案英文名字 就是Score裡面放進0跟1 就是致敬GDV的精神 就是把0放進GOV裡面這樣子 然後我們今年呢 我們今年就是持續的 在各地舉辦各種活動 然後包括月曆真人營 小學校黑客松 就是小學校松 然後我們也致力於就是 可以盡可能的離開台北 所以呢我們4月15號 還有一場在崑山的圓力真的營 然後我們今年預計12月18號的大宋會在台南 然後我們接下來目標呢 就是希望可以把更多軍力專案變成 開圓的教材 然後推廣開圓寫作自學跟共學的概念 然後離開台北這樣 然後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上次我們去台南旅中的那個 圓力真的營就是還滿high的 所以就是覺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我們那天就是早上有兩堂就是 GDV的概念課程例如說 就是什麼是GDV 什麼是開圓 然後GDV常不是用什麼寫作工具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我們就是有各個坑主來上課 像是Cofax 然後先生就說跟地理資料跟文基百課 所以就是分了四軌這樣子 然後總共有這樣一百位台南的學生 然後呢在就是營隊之後 就是大家有給我們一些回饋 就是大家學生主要都是覺得 在貢獻社會與自我價值的實驗這點 他們覺得就是這個經驗非常難而可貴 因為他們其實平常高中學生 他們平常就是除了讀書之外就很難接觸 這些社會議題的事情 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學校的學生 可能就更難有機會接觸到 所以他們覺得就是還滿難得的 然後我們當然是也有一些 還可以再改進的地方 例如說他們希望就是我們增加更多時程 但是好這再看看 然後我們就是我們還在持續改進 就是我們去學校 我們要改進我們對於學校教課的用語 因為我們平常在這裡就是我們使用的用語 其實學生可能不一定理解 然後還有一些科技工具可以善用 像是科技工具可以善用 然後他們還想要知道更多GV的人的一些看法 例如說可能不只是專業時座面向 然後可能更多是職業 然後跟人生的面向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們上一班也有 在那個社團上面有一個統計 所以這是現實名 然後還有很開心的是像我們就是 我們當場用了共筆這個東西 然後就是 用了slido 這個就是那個slido那個的文字語 然後就是 總結就是 總結就是我很好 這是我家的毛都還沒看過 讓你們看看 好 所以耳哥都沒有請 就是可以點一個樣的共筆 去看他們的精彩的共筆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是我想說我們要真的人 就是我們希望找更多坑主 一起來臨時小學校編更多教材 然後聽說今天少的代碼 我們要找更多學生 然後我們要找更多坑主 來看一下你的人生經驗 然後更多夥伴 感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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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